大家好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 我给大家讲一下 持琴的知识 还有一个右手控弦练习 那么首先我来了解一下 这个民谣吉他的一个结构 琴头 琴锦 然后琴香 那么琴头这个地方我们有6根弦 6根旋钮 6个旋钮 分别是第一个旋钮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那么这个分别控制第一弦 第二弦 第三弦 第四弦 第五弦 第六弦 那么这是调弦用的 这个不能乱扭 扭的话 那个琴的音就会扭的不准 有甚至有可能把那个旋钮断 好 那么琴锦这个地方 有一个纸板 黑色的纸板 纸板上面相当于有那个瓶丝 相当于有瓶丝 你看这个金属丝就是瓶丝 这个纸板用的干嘛 纸板就是用了我们按的 左手按的 好 那么琴体这地方有一个琴孔 琴孔 音孔 这么我们其他发声的话 就会就是靠这个音孔来发声的 然后这里还有琴码 这个是很大的东西 琴桥 这个叫琴码 琴码 然后琴码上面还有个琴桥 看到没有 这个白色的就是琴桥 然后还有一个螺钉 就是固定选用的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上面是一个护板 这个上面是一个护板 有的琴有 有的琴有没有 护板的作用就是说 为了更好的来保护其他的面板 面板就是我们弹琴的时候 有可能把面板给它刮伤了 所以说这个起来一个保护作用 还可能就是好看一些 贴起来可能还可以有好看一点 那么 词琴的知识 我们该怎么去怎么去拿这个吉他 那么拿琴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我们就是坐在高凳子上面 高凳子上面就像我这样 我们就是右脚放到左脚上面 右脚放到 敲到左脚上面 就像我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 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 我们就放在大腿上面 好 然后 轴这个地方 我们就放在琴体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好了 那么这个位置 我们就 就靠在胸腔这个位置 靠在胸腔这里 好了 那么琴就拿好了 如果说 这个琴是往下掉的 就表示你的琴可能没拿好 如果是和水平的 那么就拿好了 如果是水平的就拿好了 如果是这样往上翘的 也可能没有拿好 但是往上翘一点可以 翘太多就不行了 往下掉 往下掉 一点都不行 不能往下掉 好吧 一般来说就是平 水平的 或者是往上面翘一点点 这个都可以 好了 那么 像我这样的 像我这样就是坐在高凳子的话 我们就把那个脚 右脚敲到左脚上面 如果是坐在矮凳子的话 我们就直接这样子 把脚放下来 就直接这样弹就可以了 矮凳子是这样的 高凳子的话 就必须要把脚这样敲上来 不然的话 有可能就是够不着琴 够不着琴弦 这样弹起来不舒服 我们这弹的高凳子的话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好 琴拿好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 一个右手控弦练习 那么右手控弦练习 那么我们要知道 右手是怎么拨弦的 右手我们拨弦 只用四个手指 小拇指不用 只用这四个手指 大拇指 食指 中指 还无名指 大拇指 我们弹四五六弦 这就是四五六弦 这就是一二三弦 从下面往上面 分别是第一弦 看这里 第一弦 第二弦 第三弦 第四弦 第五弦 第六弦 大拇指我们弹四五六弦 食指我们弹第三弦 中指弹第二弦 无名指弹第一弦 无名指弹第一弦 那么大家不要弹错了 大拇指四五六 食指弹第三弦 中指弹第二弦 食指弹第一弦 这是固定的 不能变的 你不要食指跑去弹四五六弦 大拇指跑来弹一二三弦 这是固定不变的 是这样的 那么弹这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做好预备知识 做好预备 预备知识怎么做 预备知识就是说把三个手并拢 这三个手并拢 乘一条弧线 小拇指不用的话 轻轻的靠在无名指上面 轻轻的靠在无名指上面 你不能这样打直了 打直这样是不对的 你不要这样打直了 轻轻的靠在无名指上面就行了 然后乘一条弧弦 一条弧形 然后三个手指分别靠在它相应的弦上面 持指第三弦 中指第二弦 无名指第一弦 好 然后靠好了之后 你不要这样放进 这样放它里面去了 它里面的去 这样很容易把弦给勾断 轻轻的手指轻轻的垫在弦上就行了 大拇指我们在第四弦上面 第五弦第六弦都可以 我们一般来说 在做预备知识的时候 一般可以放在第五弦 可以放在第五弦上面 比这个比较多 那么大拇指要在食指的前面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大拇指要超出食指一点点 超出食指和食指平行也可以 超出一点最好 但是不要超太多了 一般来说就超出大概一公分的样子 一公分就行了 一公分 好 那么你不能这样往后 你不能这样往后 你不能往后 为什么 因为以后弹琴的时候 如果弹得很快的话 那么大拇指有可能和其他的手指要打架 所以说我们就要大拇指往前面靠一点 然后在音孔这个位置 音孔这个位置 你不要像这样 你也不要靠太后 音孔中间偏前面一点都可以 或者音孔中间偏后也行 但是不能太靠后了 我们一般就在音孔中间这个位置来弹琴 是音色还是比较好的 好 那么在拨弦的技巧上面 大拇指我们用大拇指的边缘 向外轻轻的这样拨一下 那么就是大拇指的拨弦方法 记住 大拇指的边缘轻轻的向外拨弦 在大拇指拨的时候 这三个手放在弦上是不能动的 你不能动的 我们这里一般来说 如果说你这三个手你放在弦上 你不放在弦上也可以 那么你就弦空弹 整个手就不做预备知识 那么直接弦空弹4弹5弹6也行 但我这里建议大家就在弹琴的时候 还是要把预备知识给它做好 这样的话就方便 你找到弦的位置 初学的时候咱们这样做 以后咱们弹熟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发挥 好吧 那么做好预备知识 那么弹大拇指四五六弦 这样弹轻轻的弹 你不要这样抠 轻轻的向外平行的拨弦 轻轻的向外平行拨弦 大拇指边缘 弹琴的时候 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左手 左手一定要把指甲剪完 右手要留一点指甲 右手要留一点指甲 左手剪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边要按弦 我们肯定要把指甲剪完 不然按不下去 右手弹琴的时候要留一点指甲 这样弹出来的音才好听一点 好 那么四五六弦就这样的拨 用大拇指拨 那么第三弦 第三弦我们向后四四五度 向后四四五度看一下 向后四四五度这样轻轻的 一样的用手指的指尖 用手指的指尖 这样轻轻的向后拨弦 中指也是一样 轻轻的向后 这样拨弦 无名指向后四四五度也是一样的轻轻的拨弦 好 那么这就是右手的一个拨弦的方法 那么我们在练习 右手空拳练习就是5三二三一三二三 真的是5三二三 5三二三一三二三 等一下讲 我们先把右手的练习 就是一个拨弦的方法 就是弹熟悉一点 我们再来弹这个右手 右手空拳练习 好吧 就这样子 轻轻的这样 这样拨 这样拨 第五弦拨四下 然后第四弦拨四下 轻轻的拨 轻轻的拨 然后第六弦我们再拨四下 轻轻的来 把大拨指练熟 大拨指练熟了之后 然后无名指 食指 食指向后45度 也弹四下 咱们练熟 不要弹 不要弹得太快了 不要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我们轻轻的向后 养成一个习惯 良好的习惯 由慢到快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熟悉 先放慢 然后中指一样的 弹四下 弹四下 无名指弹四下 一直这样练 一直这样练 你觉得你 你如果说你觉得你看 看不到那个弦 感觉不到 你可以眼睛去看一下 这个无所谓的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 眼睛盯着右手 这样弹 但练手了之后 最好咱们是不要看的 就这样子 最好咱们是不要看的 好 练手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 右手空旋练习 看这个地方 那么 这个地方我们是 一个吉他谱 六线谱 我们叫六线谱 那么可能和其他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从上面往下面分别是 123456 那么我们吉他这个地方是从下面往上面是 123456 对吧 就是大家要反应的过来对吧 反应的过来 这个是从上面往下面是第一到第六线 这个是从下面往上面是第一到第六线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0表示的意思就是说 控旋 也就是说 我们右手弹 右手弹 左手不按的意思 0就是控旋的意思 弹就行了 右手弹就行了 左手不按 那么这下面这个线 这个线 然后这一杠 这一杠什么意思 这个不管它 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右手弹空虚练习 这个和下面我们以后再讲 以后再讲 那么这是你看这个0标在第五弦上面的 0标在第五弦上面 你不要看这个线 你看这个线它指的好像是第六弦 这个线好像指的是第四弦 是吧 你不要这样去看 我们要看这个0标在哪根线上 我们就谈哪根线 这个0很明显标在第五线 第五根弦上面 对吧 这个0标在第三弦上面的 然后第二弦 三弦 一弦 三弦 二二弦 三弦 那么就是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 那么这个指法 这个指法是最简单 最基础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法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练习这个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 那练习这个 就是说 咱们要掌握到一个 一个技巧 尽量的 刚开始的时候 把技术打好 不要犯错误 刚开始给大家讲的 这些右手的一些 注意之项 那么都是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 好 那么大拇指 先把预备姿势做好 大拇指在十字前面 然后手乘一条弧线 手乘一条弧线 大家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去 去这样子 去做预备姿势 你看手腕 手肘 这里乘一条直线 这样下来乘一条直线 看到没有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很轻松的 轻轻的放在上面 然后大拇指轻轻的 拨一下第五弦 在大拇指拨弦的时候 十指 中指 无名指放上面 不要动 然后第三弦 第三弦拨完了之后 轻轻的拨 轻轻的拨 拨完了之后 中指和无名指还没有拨 那么他们应该在弦上 对吧 然后第二弦 二弦拨完了之后 就剩无名指一根弦了 然后再来个第三弦 然后一 三 一拨完了之后 那么整个手就悬空了 对吧 悬空了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再放到弦上了 然后再拨一个第三弦 再拨一个第三弦 然后再来个第二弦 然后再来个第一弦 好 那么第一弦弹完了之后 我们把手又放回去 又放回去 第二弦开始 又是五 三 二 三 一 三 二 三 第三弦放回去 再来 中间不能停 你不要 五 三 二 三 一 三 二 三 拨完了之后 你去找一下弦 然后停了很久 然后再开始 这样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这样 那么如果咱们一旦熟悉了之后 熟悉了之后 咱们就不要这样了 咱们就不要这样了 应该有什么 应该有节奏性的 五 三 二 三 一 三 二 三 五 三 二 三 看到没有 有节奏 中间不能有空隙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第四遍 第N遍 都不能有空隙 这样子 看到没有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右手空拳练习 把这些秘密 咱们就不要这样子 然后再看一遍